秋天肥美的螃蟹不管做成哪一道菜都让人口水直流 韬客不想要错过 不过食用上的禁忌也得留意 首先就是胆固醇的问题 对心血管患者和肾脏病友要当心 本身蟹肉的话它是一个就是低脂肪 一个良好的一个蛋白质来源 但是因为蟹黄啊蟹膏的部分 它胆固醇含量比较高 像一只无两种的虾可能胆固醇 大概就有370毫克左右 其实会超过我们一天建议 就是300毫克以内的一个建议摄取量 除了胆固醇的问题 营养师也点出不宜吃螃蟹的族群 作为食材螃蟹的性质偏寒凉 要是体质燥热容易口干便秘 就可以多吃 不过女性在生理期前或怀孕期间 皮肤容易敏感或床位不舒服的时候 都要避免 另外因为胆宁酸会让螃蟹蛋白凝固 也要记得跟柿子或茶类间隔一个小时 你是正在发的状况的话 先避开这些就是代可类的海鲜 因为竹子蛋含量比较高 有些人是比较容易会造成发炎的反应 营养师建议料理秋蟹的时候 可以加入适当的大蒜老浆或是麻油一起烹煮 平衡螃蟹含量的同时也保护肠胃 让敏感族群也能一尝秋蟹美味 巴拉《尋问和平》李松元采访不了 锁定八大名声新闻 记得按小楼单哦